关于台北市呢有民众买到臭蛋的事情哦 那昨天我已经跟当事人通话并且带委向卫生局来检举 那卫生局会尽快的到该家的这个扎粮行 那来机查了解说到底台湾的这个蛋品出现了什么问题 是因为保存不当的关系呢 还是因为它从源头管理上面有问题哦 来确保人民的食品安全 那在通话过程当中这个大哥他告诉我说呢 他当时打了一些蛋之后发现 怎么都是不新鲜的坏掉臭的 他自己也吓一跳 可是好险他够聪明哦 有请员工帮他录影存证 那也请了媒体来 那有录影存证 否则的话他看到新闻上面 那先前有人公布自己买到的蛋有问题的时候 竟然就被农业部告妨碍名誉 他觉得政府应该是要这个保护人民 而不是把责任推卸给人民 所以他也还蛮气愤的说 他觉得这个政府已经烂掉了 竟然呢碰到这样子的实案问题 那想要公布出来 想要跟朋友分享 想要呢 去这个像这个我们的社会去做检举 政府单位去做检举 竟然还要拍片自保 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那否则可能就会被这个民进党政府对付 他觉得非常的夸张哦 所以我也认为呢 现在的民进党政府就是希望呢 让民众进入寒蝉 不敢再去谈蛋的事情哦 哪怕是买到的蛋 确实是坏掉的蛋 但呢他用司法的手段对付民众 其实呢我觉得反而会引起人民更大的怒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